如果电费大幅度上涨怎么办 春田镇的居民们对此强烈反对 黄八皮表示 找到了很多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背上贴着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涨幅 为了尊重市场的自由竞争原则 因此决定 放狗 最后经过竞争 黄八皮决定电费上涨17% 电费的上涨给春田镇带来了灾难 电视台关灯节省支出 病人家属忍痛放弃治疗 学校里也只能用土豆电池 辛普森家只能扔掉这些厨房小电器 侯莫对此心痛万分 以后再也没有快乐了 再见了我的电器小伙伴 我用不起你们了 政府为了消减开支 决定对所有的学校进行考试 得分最低的将被永久关闭 老师们对此产生了争执 纷纷指责其他人在拖后腿 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校长失望了 春田小学的成绩竟然是全州最差的 这里将被永久的关闭 这应该是春田小学最悲惨的一幕 因为成绩太差 面临强制关闭 孩子们将被分流到其他地方 从小一起长大的双胞胎被迫分离 尼尔森被扔到了精神病犯学校 面对这样的情景 八仔神情悠闲 丽莎却很失落 她辛辛苦苦积累的学分 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 八仔听后抱怨 这可不能怪我 我都没参加考试 当时正忙着和小甲虫玩呢 丽莎听后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如果你现在去考试 不就能提高学校的平均分了吗 那学校就有救了 丽莎急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师们 校长很愤怒 这简直是杀死了自己的希望啊 不过他也没有选择了 只能央求八仔好好的学习 甚至连自己的转移也可以贡献出来 侯莫捡到了一台完好的停车收费器 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发笔横财 弗兰德成为了第一位受害者 这样的赚钱方式可比以前轻松多了 在之后的日子里 侯莫利用这个方法到处赚钱 很快就赚了一大袋的硬币 第二天 八仔在万众瞩目当中走进了学校 曾经神赠鬼焰的恶魔之子 变成了全校唯一的希望 他感觉有些压力山大 这实在是他不能承受之重 校长严肃警告 如果你不能及格的话 那我们可就完蛋了 八仔脑补着那个悲惨的场景 叫出了声来 以八仔的成绩想要及格 难如冬天 不过他也想到了一个缓兵之际 校长陷入到了纠结当中 侯莫捡到了一台旧的停车收费器 利用这个机会骗了大量的停车费 最近春天镇的电费大涨 他正好利用这些硬币 去车站看电视 这时新闻中正在播放 停车收费器的诈骗新闻 警方已经介入 追捕携带大量硬币的嫌疑人 侯莫听后惶恐不已 他必须赶快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面对警察的追捕 只能详细闯关 这么轻松的赚钱方式 他可不想放弃 巴仔最近沉迷在了学习当中 因为春天小学的成绩太差 即将被强制关闭 唯一没参加考试的巴仔 成了最后的希望 丽莎看到他刻苦学习的情景很是失望 可巴仔却毫不在乎 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睡梦当中 他来到了荒芜的春天镇 校爸们因为如何分披萨而苦恼 班主任沦落到了在夜总会工作 学校则变成了菠菜农场 巴仔被这恐怖的场景给惊醒 他虽然不爱学习 却也不想让春天镇沦落至此 他一定要考及格 要在一天之内学会十年的知识 显然不可能 丽莎只能亲自指导 你要先写那些会做的 其他不会的只要蒙蔽就行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以前都是蒙C啊 第二天的考试当中 与此同时 拆迁队已经准备就绪 如果巴仔不能及格的话 学校将被立刻拆除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题了 他陷入到了纠结当中 头目拿着大笔零钱回家 马基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他此时也只能坦白自己骗钱的事情 马基表示 那这笔钱应该拿去做好事 哇哟 然后我希望 Mr.Teeny gets a banana 然后 Marge loves me forever no matter what stupid things I do 嗯? 啊 啊 啊